公共池的使用 不行 男人會被人家趕出來 其實我覺得男生 你講過 男生衣下保養很重要 因為男生通常就是露出 腋下的機率其實是很大的 就譬如說你們運動啊 然後打籃球什麼的 然後男生通常不太會羞禮貌 打籃球喔 所以都會這樣啪 岔出來 對啊 有些人會太害怕 被看到防走變這樣 防走這樣防了喔 防走喔 怕了命啊 剛剛不是有講到橘子說 他可能就是睡前 可以先擦一些止汗器噴的等等 然後現在我有帶一個是 24小時都可以用的 就是說你可以平常當保養的時候用 然後它可以讓你在這個止汗的時候 就是比較不容易那麼 因為止汗噴霧裡面都是鋁鹽嘛 鋁鹽它是把你這個毛孔的開口封住 然後油出不來 然後它是可以抑制你出油的狀況 它不是完全封住的 所以就比較不會造成說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皮膚炎的問題等等 然後這個是直接滾出來 然後直接擦就好了 轉的 然後這是24小時都可以用的 24小時喔 好 小姑 那妳也來分享一個 過關於問題 像因為我常常跑業務一跑就是一整天 所以那個鞋子悶在這會很悶熱 所以我每次一回到辦公室 我就會把鞋子脫掉然後透風 然後每次一脫就被我同事嫌臭 腳還變在那邊會不會 就要舒展一下 可是我有問題 我明明就沒有香港腳 可是為什麼每次腳都那麼臭 為什麼 對啊 女生以為腳臭那真的是很恐怖 對啊 這是不會 很嚇哲欸 對啊 腳臭 醫生 這是平凡的嗎 很平凡 對我來說很平凡 那個我們 我要先解釋一下生理的部分 我們汗線跟皮脂線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頭皮剛才講都是出油對不對 腳就是真的只有出汗 腳是沒有皮脂線的 所以腳是不會出油的 那 汗的本身有些人其實就有味道 那胡臭本身不需要經過香港腳的菌的分解 那個汗的本身就有味道 這就是胡臭的主要的病理來源 但是即使你沒有香港腳 那你的汗的本身的那個味道 有可能就會造成腳臭嘛 那有些人再加上一些外來這個細菌 或者香港腳的分解 就是只是更加重這樣子而已 哦 所以你要減少出汗 對 如果夏天女孩子穿那種 涼鞋夾腳脫會不會好一點 對 你選擇鞋子要盡量選擇比較透氣的 透氣 襪子要比較能夠吸汗的 還有甚至你出汗的部分 跟你的飲食作息也都有關係 其實 可是其實我覺得你還好 你那可能是汗的味道有點酸酸的 就是因為它累積久 可是我覺得有些男生 他的味道真的超恐怖 之前有個醫生跟我說 他遇到那個一個是高中生 一個是大學生 那個高中男生 甚至跟那個醫生講 他去看的不是皮膚科醫生 他去看的是精神科醫生 因為他對他的角色有極大極大極大的 造成他非常的憂鬱 因為他只要一想到這個場合可能要脫鞋 他就不想參加 Oh my God 然後甚至他媽說出門買鞋子對不對 他不要去 因為高中那個電腦室要脫鞋 對 他們有一些活動要換鞋或幹嘛 他就完全不想去 他就說他只要想到今天可能要脫鞋子 這件事他就會非常的低落 他就不想去學校 所以後來他媽沒辦法只好帶他去 後來就發現他好像是 其實他其實是有一點點 香港腳的感染 那個香港腳的菌 把他那個蛋白質分解掉之後 他媽說他那味道真的很臭 他說像那種雞蛋臭掉的味道 非常非常 很遠就聞得到 你不要覺得那個有多臭 因為以前曾經有一個離婚官司 後來把官真的英文那樣子判禮 就那個太太說 那個先生真的太機車了 先生明明就腳臭 但是回家絕對不先洗腳 然後吃飯的時候 然後太太就跟他面對面吃對不對 然後他就覺得先生的腳車味 一路就一直飄過來 他完全聞不到 自己煮的菜的味道 他怎麼煮先生的腳車味 他每天這樣煮的不一日 煮的味道都一樣 他說他煮的不一日 他一直跟他先生說 你可不可以先去洗腳 他先生說有什麼關係 結果的話 是因為真的跟他先生離婚 然後法官員覺得 你這樣真的很不人道 你洗個腳會怎樣嗎 對啊 這是洗個腳 那小姑你怎麼預防 我有一個小配方 就是像我在出門前 我會加一些爽生粉 灑在鞋裡面 對 灑在鞋那邊 我會感覺比較乾爽 然後我就覺得不會 所以三門鞋子用的爽生粉嗎 不是 任何身體的爽生粉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小姑這個方法是對的 因為其實我們腳底板 有一個叫做透明層 它是防水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回家 灑了這些粉之後 你只要把它清乾淨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然後我這邊有帶來一個 逐步專用的 好可愛喔 它是這樣打開來 然後它是像一個粉撲 真的 然後這邊有open 跟這個關起來 然後只要打開open的地方 然後直接在你的腳趾頭 直接打 紙縫 對 你可以打在紙縫 因為它是逐步專用的蜜粉 好可愛喔 還軟的 對 有一點點香香的味道 我問問什麼味道 一點點很淡的 有點像就是那種 爽生嬰兒粉的味道 這應該是好東西 這很方便 而且它小小的 女孩子會打 我喜歡 可以放在包包裡 其實拿出來 就是在紙縫當中 對 然後紙縫 因為紙縫最容易 有出汗的狀況 會黏在一起 它就先打一打 然後再穿進去高跟鞋 香港腳是每年夏天 都一定會來找我報到的 像家裡長輩就說 腳可以泡醋 但是實在很麻煩 然後現在我就找到了一個 就是薰衣草醋 它是除了可以吃出來 還可以用噴的 就直接可以把它 泡香 這個我知道 對 薰衣草的味道 噴在腳上啊 對 噴在腳上 然後就可以 醫治腳臭的味道 夏娃娟 我覺得我們治療香港腳 跟你 只是苦臭這兩個 要分開來談 因為如果你只是純粹用醋 而且是像食用醋那樣子的話 你說想把香港腳根治 我覺得這個我是質疑的 高濃度的醋酸 有殺菌的功能 可是你泡下去 同時有可能對你的皮膚 會產生某種程度的 腐蝕的傷害 那你如果是低濃度的話 其實也沒有殺菌的效果 你只是頂多 那個薰衣草的香味 遮蓋出你的腳臭而已 所以香港腳還是要到皮膚科治療一下 除了以上之外啊 其實還可以內服的 有內服的嗎 有 有內服的 這個是我自己平常在喝的 就這一個 這個就是黑豆麥茶 這個 然後它其實買來就是這樣一包一包的 這很方便 然後它這邊是兩包喔 然後你這麼大這樣一包對不對 可以用家裡的那種大的鐵水壺煮一大鍋 丟進去就好了 而且它真的很香 重複這樣 而且最好的是賣茶沒有咖啡因 而且最主要黑豆它可以針對不同的那種水腫啊 或者是一些 不同的賣味 對 不同的水腫型 可以幫你消水腫之外 它還有那種解毒的功能 然後麥茶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止咳化檯嘛 會比較清爽 而且本身它會幫助自由基的分解 就對抗它 我覺得有 老師這個在哪裡買的 這個也是在上面日本 真的喔 這在日本 這台灣有進來嗎 台灣只有單一個胃 沒有黑豆家賣茶的 這個很棒 你喜歡這個 因為賣 我很喜歡喝麥茶 這個是我早上泡好的 你這麼貼心 拿澡啊 我想說你們另外想喝 好想跟你同居喔 市場頻道知道OK嗎 OK 他知道我只是講講 好 來 黑人喝喝糖 你來 你喜歡麥茶 因為我很愛喝麥茶 不過我沒有加任何的糖喔 就是純泡而已 很淡嗎 很香 很乾爽 我覺得喝的感覺 會覺得自己都很乾燥 然後不油膩 有這種感覺 就是很乾爽這樣子 對 很乾爽 清爽 麥茶就是這樣啊 而且黑豆非常好 它又加黑豆放在一起 很好喝 麥味好濃 對啊 而且你看剛剛才這樣一小包耶 可以泡一大火 因為如果喜歡喝 還可以加一點蜂蜜 對 你可以加一點蜂蜜 或果糖也可以 加蜂蜜會比較好 不錯 這個推薦的好 然後像這個之外 其實這個是我現在 最近很瘋的一個 很夠美食 其實我剛來錄影前是滿的 然後全部分分到吃 你這個讓我想到一個故事 烏鴉喝水的故事 我小課本 你要丟石頭進去才能喝到水 他買的就是這樣一罐 那他吃黑豆 然後可以吃吃看 就是我覺得 因為它裡面是滴耶 來來來來 就主要就是大家在吃的時候 因為它是黑豆 它是用烘焙 它不是用炸的 那我吃它的 對 很好吃 好吃耶 很好吃 好好吃 很好吃對不對 很好吃 好深奏 可以喔 欸 欸 起來喔 有啊 這個對除臭我怎麼... 沒有沒有就是說 讓你體內的自由肌啊 體內的自由肌會變得比較消除一點 然後就比較不容易燥熱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可以加鹽酥雞的味道 對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這個 這個 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個很像鹽酥雞的味道 對 超好吃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這個 也是我自己很愛的 這就是抹茶粉 哇 你給我吃了 好溫喔 然後這個抹茶粉呢 就可以直接泡 你看這是冰的喔 嗯 幫我拿一下 好 然後呢 它其實它是極融的 嗯 對 然後其實我自己都加兩尺啦 因為它就是 我都是 而且它是很... 半冰水 對 直接用水 熱水冰水都可以 很容易泡開嗎 很容易泡開啊 它是極融 它不管熱的冰的都可以 可是抹茶粉感覺好像咖啡因味 很重的感覺 它是純抹茶去調的 萃取出來的 因為抹茶粉裡面的合茶素很多嘛 所以它本身對抗自由基 那些抗保養的狀態非常的好 所以你身體就比較不容易 有那麼多毒素在 然後就不容易說常常去流汗 然後或者是體味的這種狀況 會減緩一些 OK 綠茶粉 綠茶粉 老師你可以喝喝看 我來 我愛 它 抹茶粉 我愛 它就是清淡的味道 再加一個紅豆 而且我覺得這一包 北京一定要來一盆 這一包很便宜 它其實可以泡好多杯 而且現在這一包才 500塊日幣 好喝喔 我覺得喝這個要變仙女的感覺 對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就是我平常有在用的 就是可以局部貼的 水果的 對 然後它很香 它有很多水果對不對 還有花香哪裡都有 然後它就是 它的味道就是那種純水果的清香 很香喔 它是貼的貼的 就是你可以貼肘部啊 腋下啊 哪裡都可以貼啊 哇 然後你身上就 曬發出果香味 可以拿出來 它就一包裡面有10片 然後就很可愛 對 貼什麼地 然後呢 因為 然後因為奇異果30週年 它就出了限量版的 喔 這個就是現在的 現在這個很有名的 喔它是好幾片這種 對 這樣 奇異果的 然後它奇異果現在就有出這個 怎麼貼啊 香香的 那直接看你要貼哪裡都可以 臉都也可以啊 貼臉嗎 貼臉 哇 好可愛喔 香香的嗎 對 欸 好香喔 你慘了 你等一下要容裝喔 完蛋了 完蛋了 然後它奇異果版的 有出這個限量的現在 喔 好可愛喔 就是現在看用你的這個 對 怪獸大 對 大型的出的 然後它為何配合迪士尼呢 它迷你也出了草莓的限量版 是女生會喜歡的 所以這兩個是限量版的 然後平常你去買 就可以買到這一個 不同水果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讓你的身體 不管在保養方面 或吃的方面都可以 拿到有清香的功能 最主要就是 我覺得清潔要乾淨 不要都不洗澡 然後怪自己身上有體味這樣 同行你有什麼要追究 像有時候我們現在現代 為了追求方便 然後洗澡都是沖澡 然後亂換一通 然後就好了 戰鬥澡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泡澡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環 像我泡 我很喜歡泡澡 老師也很愛 泡澡除了可以流汗滋味 然後我覺得可以排毒 然後再加上我會很 因為我很喜歡玫瑰味道 所以我會在裡面 只有泡澡 同時我會加玫瑰精油 就是在自己的那個澡裡面 然後我會覺得 哇 好香喔 然後我會覺得我全身裡面 好像被玫瑰浸泡一樣 然後就是全身 不管是從頭到腳 從裡而外 都是玫瑰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那基本上 就可以維持一整天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想要又清香 然後又很像 像以前不是說人家什麼楊貴妃 什麼泡什麼牛奶浴嗎 慈禧太后泡什麼花瓣瓷 對不對 然後就很香嘛 然後其實現在也有出這一個 是優格的 它就好像 它就媲美泡牛奶浴一樣 就是 粉嗎 對 它是優格的 這個沐浴鹽的泡澡的 就是你可以當沐浴鹽用 然後你也可以當泡澡鹽用 然後因為它裡面的鹽的成分 的礦物質含量很高 所以可以幫助你的身體呢 代謝會比較好 優格 對 這是優格味道的 好優格 對 就是好像你做了一個 很好的SPA出來 這個我也不錯 對 然後這一個呢 它也是優格的 不過這一個呢 是針對可以 除了有香味之外 它可以讓你的身體的曲線 變更漂亮的 所以這是有加了那一種 塑身功能的優格的泡澡鹽 對 所以現在就分很多劑型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取得 然後也都很便宜 這個好像一包才一百多塊而已 所以很便宜 因為我買很多 算下來才一百多塊 很便宜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主要 就是要保持清潔對不對 對 最後還是請我們黃醫師 呼籲大家一下 夏天因為容易出油 也容易出汗 所以清潔很重要之外 像我們剛才談了很多 體內保養的東西 都不是只是外用的 還有內用的 因為你的出油跟你的出汗 也跟你的作息 跟你的飲食都有關係 既然已經容易出油出汗 就盡量不要吃太多辛辣刺激的食物 會刺激你出油跟多 然後不要熬夜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